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听资料它是有一个存储的概念 存在C盘 低盘 E盘 U盘 或者存在什么地方都叫做视听资料 而电子数据是在网络上跑的 比方说微信聊天或者email等等 我们把这些网络上跑的就叫做电子数据 而存在某个媒介里的就叫做视听资料 第一条 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 没有证据相结合 其主张不予支持 但什么情况除外 法官认可的除外还是对方认可的除外 对方认可的 这句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 双方军认可的事实 无需再举证 例如建策大妹跟施工大妹 就土方回钱量发生了纠纷 施工大妹比较吃亏 这个装车记录 监理的阵言之类的都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记录 但是施工大妹的律师人就在亭上摇头晃脑 根据各方面的证据 我方认为我方实际回钱的土方有2500方 建策大妹那边的人一听大吃一惊 哪有这么多法官 最多2000方 好了 2000方已经认掉了 剩下这个500方有争议的 我们慢慢审 这个就叫做自认 而很多的一惊这个人怎么这么傻的呢 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在亭上 都会容易犯类似的错误 比方说原告起诉被告 原告手里头有一个合同的复印件 这个内容对被告极其的不利 法官就在亭上就问被告 合同事你签了不来 被告正好在考建造师 知道一点点事情 得意的不得了 法官是我签的又怎么样 他这个是复印件又不是原件了 好了 这句话一说出来 只要你认可的事实 对方无需再举证 这就是证据学上最大的原理 就是你认可的东西 对方是不需要举证的 不需要举证的 只有你不承认的事情 才需要他去举证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 不知道事情 好 也是证据的最大的原理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第二条 书证应当提交原件 物证应当提交原物 提交原件或者原物 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交复制品 第三条 司法鉴定 在工程诉讼中 有大量的司法鉴定 工期鉴定 质量鉴定 造价鉴定等等 司法鉴定机构 是两家协商确定 或者是法院 来摇 当这两个人的面来 摇签摇一个出来 当事人如果对司法鉴定 有疑议的 鉴定机构应当出庭作证 如果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 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并且要退还鉴定费 那么这三种证据的形式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 庭前举证 原则上 谁主张 谁举证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建造师考试 好像0708年吧 二级考过一次 后来就再没考过了 比方说 建设单位能认为 施工单位的脱工期 拖了20天 那这个事情 是建设单位主张的 建设单位的矩阵 为什么拖了20天 施工单位认为 实际上我一天都没拖 因为都是甲方 供应的材料的不到位 图纸的也不到位 我方实际上 还是属于提前完工的性质 那么这种情况下 施工单位你要来举证 为什么说业主 他徒指不到位 导致你这边的停工呢 这就叫做 谁主张谁举证 举证期限 由法院指定 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 一个举证期限 但是要经过法院的准许 一审不得少于15日 二审不得少于10日 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 与其提供证据 或者对方没有吭声的 视为未予其 当事人如果是故意 或者是重大过失 与其提供证据 法院不予采纳 但该证据与案件 基本事实有关的 还是应当采纳 并进行训诫和罚款 好同学们 那么这段呢 他的条理啊 拐来拐去啊 不容易记住 所以呢我们 只需要记住一个事情 举证期限呢 是一个宽松的规定 不那么严格的东西 就可以了 好再看当庭执政 证据是真是假 怎么来的 法官呢也搞不清楚 因此有必要组织 两个当事人在庭上 针对对方提出的证据 相互辩论 相互质疑 相互撕逼 法官坐山观虎斗 默默地判断 哪个证据靠谱 哪个不靠谱 这个过程就叫做执政的过程 那么执政呢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谁和谁执政 那么法律规定的是当事人 也就是原告和被告执政 第二个 我们都知道法院呢 它是公开审判 很多老头老太 坐在下面围观的 那对涉密的证据怎么处理 是不得执政呢 还是不得公开执政 应该是不得公开执政 有老头老太的时候呢 不要拿出来 等到底下呢 没有人围观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执政 那么任何证据 为情执政 都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经过执政以后 那么法官对每个证据的真假和来源 就有了基本的判断 非法的证据是无证明力 必须要把它排除掉的 也就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瑕疵证据指的是不太靠谱的证据 比方说听不太清楚的录音啊 找不到原件的复印件啊 这个未成年的明显 跟他年龄不相符的一个证言啊等等 那么这些呢 要和靠谱的证据呢 相互结合 共同印证案件的事实 所以我们说非法证据的是没证明力 而瑕疵证据的是证明力小 这个概念还是很容易区分的 证据的证明力 也叫做可信度的排序 在所有证据中 法官最信的是什么 司法鉴定 刊业比喻 因为它代表着 第三方的一个公信力 排在第二位的是物证和书证 物证 书证 其实也容易造假 但因为人类对付物证书证的造假 有几千年的经验 你只要敢造假 我肯定能鉴定出来 所以法官呢 对没有疑点的这个物证和书证 没有造过假的物证书证呢 还是非常信的 排在第三位的呢 就是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这种监控录像也好 微信聊天截屏也好 法官到底信还是不信 比方说你做法官你信不信 如果这个聊天记录假一提出来 以当庭表示 我们当时是这么聊的 那就一点一点都没有了 就直接造成这些东西 判认定事实就可以了 如果以死活都不承认 法官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啊 都是他把一些对他不利的聊天内容 已经删掉了 然后再微信截屏解下来的 我们原来聊的不是这样的 那这是这句话一说出来 你其实立刻就不信这个东西了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技术它是这样的呀 你也没有能力去鉴定啊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呢就是监控录像 原告呢提出一个监控录像 显示出来这个被告呢 这个喝醉了酒啊 不停地在骚扰这个原告 看上去的怎么样的都是这个被告呢 是不太规矩的一个坏人了 可是被告来讲 他法官其实的真相 真的不是像这个录像显示的那样 他有掐头趣味的 有好几个地方呢都被剪辑过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法官的话听到被告这么一讲 也会对这个事情资料呢 就不是那么很信任 所以同学们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啊 他越不可信 这个概念呢你要有 好 那么我们说监控录像 微信聊天截屏不可信 那么证人做证可信吗 人讲话是天底下最不可信的 证人呢他好歹是暗外人 当时能陈述 那是鬼话连篇没一句证的 对吧 所以这些证据的种类 摆在一起的时候 让你来排个序出来 哪个可信度呢靠前 哪个可信度靠后 这个要排得出来 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准备的重点 好 总结一下 关于执政说法正确的是 A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并由谁和谁互相执政 比方说有一个竣工资料 已经移交到陈建档案馆了 那么介绍单位呢向法庭申请 把这个档案呢移交 从承建档案馆来提交到法庭来 那么这个东西呢交出来以后 那么接下来谁和谁执政 A 承建档案馆和法官 B 承建档案馆和原告 C 原告和被告 B 承建档案馆和被告 那么你就记住 执政的主体一定是原告和被告 两个当事人之间在相互执政 B 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 可以不组织执政 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 C 当事人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 与其提供的证据 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 应当采纳 并且组织执政 这个是对的吧 B 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 证明力相同还是不同啊 完全不同的嘛 小于 以勘验笔录的证明力 大于事情之调 还是小于 大于 好 这个题做完了 其实证据最重要的一些知识点 已经掌握的都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 一审和二审 首先呢 这个要进入一审 你的起诉 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 法院呢才可以搜案 那么起诉的条件呢 总共有四个 上一次出题呢 一集是2009年 已经有十多年没考过这里了 所以今年呢 我总是感觉到 讲到这里眼皮就有点跳 总感觉到好像应该会考 一 原告与本案有关系 还是有直接利害关系 有直接利害关系 十多年前 郑州的郊区 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个龙用拖拉机呢 压死了一个石坊的老头 这个老头 姓盛名随 来自何方 没有人认识 当地的民政局呢 就把这个老头呢 送到火葬厂 替他把后事呢 给料理了 大概花了万八两万块钱 那么民政局呢 等于说 这笔账呢 就压不平了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后来民政局的领导呢 就想了个办法 以这个受害人的名义 去起诉造势司机 要求他进行赔偿 赔个十万块钱 而民政局打的如意算盘呢 是万一 这个老头的家属找上门来 那么我们呢 正好把他扣住 就叫他把这个火葬费呢 给付掉 给我们付掉 如果他不来 我们把这个十万块钱呢 官司打赢 钱呢 到了民政局 等于呢 我这个账呢 也能做平了 万万想不到 郑州法院的拒绝受理 理由就是 原告民政局 与本案 无直接利害关系 所以他没有起诉的权利 第二条 被告和本案有关系吗 还是明确 被告明确就可以 有一个人 在高层住宅 一栋高层住宅下面的经过 不知道哪个窗口 飞了个烟灰缸出来 砸着头破血流 这个人气坏了 跑到法院去告 法官一看这个被告 掠 看不懂了 问这个原告 你怎么被告是掠了 这原告就解释了 我呢 也不知道是哪个窗口 飞出来的烟灰缸 所以不太清楚 法官一说 你都不知道告诉你 来告诉什么呀 这个人呢 就找了律师 律师呢 就给他指点 然后呢 给这个高层住宅 这个物业呢 买了两条烟 让这个物业呢 把所有二楼 朝他这一面的这个居民 名字啊 这个联系电话等等啊 全部给他抄了一遍 然后这些人呢 这个人呢 就列了八十个被告的名单 送到法院 法官一看就受理 被告明确就可以了 你八十个还是九十个 这个跟这个事情呢 关系不大的 关系不大的 好 这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诉讼请求呢 要具体 要具体 要有事实和理由 这个父亲起诉儿子 诉讼请求是 常回家看看 那这种官司法院呢 能不能受理 常回家看看 他是不是一种 可以执行的诉讼请求 是不是具体 这个呢 我认为大家考虑考虑 第四个呢 要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 和管辖范围 比方说有些 青年男女相亲啊 男方呢 给了女方呢 很多彩礼 而这女方呢 最后还是不愿意 嫁给这男的 男的呢 起诉要求退换这个彩礼 那么这种官司呢 我们国家有些法院受理 有些法院就不受理 不受理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第四条 第四条 还有些呢 就是青年男女 没有结婚的 就是同居了很多年 孩子也有 最后呢 解除同居关系 然后呢 要求了这个 就同居期间的产产 进行分割 那么我们国家呢 也有些法院呢 它是不受理 就是按照第四条 好 关于起诉的条件呢 1234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再往下看 起诉的方式是书面起诉为原则 但并不是说绝对禁止口头起诉 个别情况下 也可以口头起诉 法院收案以后 那么首先要确定 这个程序按普通程序 还是按检疫程序来 如果是检疫程序的话 三个月之内必须要审完 如果是普通程序的话 立案之前六个月之内 要把它审完 法院同时还要确定 这个案子呢 是公开开庭 还是不公开开庭 那么公开开庭呢 是原则 就是任何人对案子有兴趣 都可以用身份证 换旁听证的进去旁听 我们有些老头老太 退了休了没事干 家里呢又舍不得开空调 一天到晚拿个身份证 往法院跑 听个两年下来 就可以做个很好的律师了 但是呢 有四个案子 是不允许老头老太围观的 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 离婚和商业秘密 它又分为两大类 法定的和依申请的不公开 那么我的问题呢 很简单 验照门案件 是法定的还是依申请的 涉及个人隐私 无需申请 法官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照片 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事情不适合那些老头老太进来围观 这个不需要当事人申请 法院主动就采训不公开 但是你小两口离婚或者说是商业秘密 你们不提 谁知道你们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因此下面的这两个案子呢 叫做一申请的不公开 注意 无论是否公开审 判决一律要公开 到底离还是没离 房子归随小孩归随 判决书写好以后 还是要挂在网上 接受群众监督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关于民事诉讼起诉及审判 说法正确的是A 一审程序包括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 这个说法是错的 包括的是普通程序和检疫程序 法院受理以后立案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确定 只有普通程序还是检疫程序 B 必须书面起诉 这个太绝对了 口头是例外 C 原告必须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否则没有起诉权 这个C的说法完全正确 第一 提交起诉状的同时 要提交全部的证据 这个说法是错的 法官在收案的时候 对证据只做刑事审查 不做实质审查 就是看看有基本的证据就行了 因为他在收案以后 他还会给你指定一个举证期限 你只需要在举证期限之内 把证据的早期就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一下 二审的相关规定 我们前面讲过 一审的法院 他有做的文书 有裁定书 也有判决书 那么当事人对裁定 判决不符的都可以提起上诉 如果是对一审裁定不符 宋达十日内可以上诉 如果是对一审判决不符 宋达十五日之内可以上诉 注意当事人提起上诉 应当向原审法院 递交上诉状 而不是向二审法院递交 如果你直接向二审法院递交 二审还会把它转回原审 再由原审再交二审 这等于绕了一大圈 好 再往下看 二审法院对判决不符的上诉案件 审理的期限是三个月要审完 如果是裁定的上诉案件 是三十天之内要把它审完 这段话是今年教材的新增的内容 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 三个法官原则上都要开庭审理 注意审查仅限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 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 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 程序是否违法 也就是说只审查当事人不服判的内容 而对服判的部分不再做审查 举个例子 比方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判决书上写的事实 事实是A B C D E 五个事实 适用的法律 甲 乙 丙 三条法律 根据这个来做出的判决 原被告都不服一审 都提起了上诉 那么原告认为了 认定的事实A是错的 其他的都没问题 被告也提起了上诉 被告认为了 认定的事实E是错的 适用的法律 这个以第二条是错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法官就只对 两个人不服判的这几个东西进行审查 其他你们没有争议的东西呢 法官是不省的 这是为了什么 这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 节约司法成本 二省的司法成本 提高二省的这个效率 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 民事纠纷是你自己的权利 你自己的义务 你如果自己对自己的东西 都不是很关心 你指望国家和法院主动来关心你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判决书出来 你看看没问题的东西 你没问题的东西 法官就更没问题 更没问题 他只审查你不服的地方 好 我们再看这张表 二省法院经过审理以后 如果认为一省认定的事实正确 适用的法律正确 那就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如果事实这块没有问题 适用的法律是有错的 法官 二省法官呢 直接改判 根据正确的法律 直接改判 如果事实是不清楚的 二省如果自己 已经查清了 那二省就根据查清的事实 改判就行了 如果二省自己也查不清 这时候他会裁定 发回重审 你一审 你把它查得清楚再说 你不要什么案子 都要交给我二省来寡 来查 好 如果是程序违法 这时候只有一种处法处分 就是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 不允许改判 不允许改判 这个表呢 其实表面看很复杂啊 当你想明白了以后 它还是很简单的 关键自己想一想 第二题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这是大前提 某施工单位 因为工程款纠纷 起诉建设单位 那么原告的是施工单位 被告的是建设单位 判断正确的是A 施工单位3月1号起诉 法院3月5号立案 本案一审 一般罪职 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审完 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注意普通程序呢 应该是六个月审完 就是9月5号之前 B 由于案件可能涉及 建设单位的商业亲密 法院呢 应该主动裁定不公开 还是一申请 一申请的不公开 商业名 C 建设单位经常票传唤 无证大理由拒不到情 法院可以按测速来处理 这个说法呢 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诉讼法的规定是 原告不到情 按测速 被告不到情 缺席判决 这个案子呢 明显 他是施工单位 起诉建设单位 所以建设单位呢 是被告 他不到情的话呢 应该是 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 第一 法院8月1号 做出一审明示判决 判决书8月5号 送达原告 8月10号呢 送达被告 双方军委上诉 问你这个判决书呢 最早是10号生效 还是26号生效 这是我们13年 二级考试的一道题目 当年来没有人做对啊 我们看一下 出题的老师呢 其实是希望 你能够写出 两个人的上诉期间 原告的上诉期间 是送达之日起15日 但是注意 5号当天不算 有同学就想不通了 为什么5号当天不算 因为有可能 5号下午4点半 判决书才到你的手里 你根本就没有上诉的机会嘛 所以6号是第一天 20号最后一天 被告的上诉期间 也是送达15日 10号当天不算 11号是第一天 25号最后一天 注意 你这边扶判没有用的 你还得紧盯着对方 他是不是也扶 如果对方在25号 不服一审提起上诉 那等于一审就无效了 转入二审 如果过了25号 26号一觉醒过来 这小子也没上诉 那说明他也满意一审判决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审就在26号就开始生效了 所以这个事情你理一理思路 你把它听懂以后 你发现这个题出得非常的好 这出题的老师他要求 给你一个送达日期 你自己能够写得出来 两个人的上诉期间 好 那么关于项目经理 需要知道的 跟民事诉讼相关的程序问题 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 其实应付考试来说 这些知识已经足够用了 不用太担心 好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性的题 关于民事诉讼审判程序 说法正确的是A 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 法院不予受理 这个说法是错的 法院是不管 不管 只要你不提时效的问题 法院也不会提 只有你主动提了 法院才会跟着提 B 原告不服法院做出的 不予受理案件裁定 不得上诉吗 错 如果你去取诉 法院认为有问题 不予受理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十天之内的提起上诉 C 二审法院对判决的上诉案件 审限时六个月还是三个月 三个月 第一 二审法院处理上诉案件 仅对当时的上诉请求的范围 也就是不服判的进行审查 服判的 他是不审的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也希望同学们能有个深刻的印象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审判监督程序 也叫做翻案程序 什么叫做翻案呢 就是 已经生效铁板钉钉的案件 发现他是错案 是冤案 把它给翻掉 翻案好不好翻案 翻案当然是不好翻的 那么翻案呢 它有三种方式 一种呢 是法院自己发现是错案 主动来翻 第二个呢 是检察院的抗诉 申请翻案 第三个呢 就是当事人自己申请翻案 那么我们这里呢 主要就是介绍当事人自己翻 应该是在判决裁定 生效后六个月之内才可以翻 但是有四个例外 如果发现新的证据 或者原判主要证据为伪造 或者具意做出原判的法律文书 被撤销或变更 或者发现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贪账枉法 他不受生效六个月的限制 而是从知道六个月之内 要提起翻案 这也提示了我们 给法官送过钱 是要终身守口无凭的 因为他不受生效六个月的限制 是从知道六个月 第四题 判决生效六个月之后 当时呢 还可以提出翻案的 是哪一个案件 A 发现原判 生用法律错误的 B 发现原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C 发现原判遗漏诉讼请求的 D 原审未经传票传唤 直接缺席判决的 那么这个题我们注意到 ABCD全部都是错案 但是ACD 你是当时就能知道它是错的 所以生效六个月之内 必须要提出翻案 过了这个时间 以后就不能再翻了 因为你ACD有能力 在当时就知道它是错的 但是B这个东西啊 它完全是因缘巧合 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证据是伪造的 这个就讲不准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B呢 是从知道六个月 而不受生效六个月的限制 这些呢也需要同学们来 弥解这里面的原理 好 最后我们再学习一下 民事诉讼的执行程序 最近几年呢 他每年都考一分 考四局 首先什么东西呢 可以要求执行 必须是中局性的文书 才可以要求法院执行 包括中局的法院判决书 裁定书 包括仲裁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 包括公正机关依法做出的 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正债权文书 等等 那么执行管辖 时间和地点是同学们要掌握的内容 对于生效的法院调解和判决书 在哪里申请执行呢 在一审法院 或者是同级的被执行裁则所在地的法院 简称为一货裁 对于生效的仲裁调解书和裁决书 我们后面还会讲 应该是在被执行人注注地 或者是财产所在地的终极法院 简称为人或财终极法院 好 刚才我们学习了地点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时间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 时效也可以终止和中断 这里的期间从哪一天开始算 从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天 比方说3月1号做出的终审判决 要求被告已在3月31号前赔偿奖20万元 那么整个3月份其实都是留给被告人去凑钱的时间 只有到了3月31号最后一天 假查账 发现还没有到账 这个时候4月1号开始算 两年之内可以申请执行 所以两年是从4月1号 并不是从3月1号开始算 法律文书如果规定分期旅行 比方说夫妻两个离婚 法院判决丈夫给妻子孩子抚养费 那么丈夫如果在拖欠的情况下 妻子申请执行的期间 应该是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天开始算 法律文书如果没有规定过履行期间 那就从判决生效 或者说是仲裁裁决生效的时间开始计算 当事人如果向法院提出过申请执行 但是淋牛入海无消息 法律给了一个再申请的制度 就是六个月还没有执行的 可以向上一期法院提出再申请 执行中止和执行终结 我们也对比一下 所谓的中止就是暂停执行 将来还要恢复的 所谓的执行终结就是不再执行 以后不会再恢复的 这里边的两段话同学们最对比 你比方说作为一方当事的公民死亡 需要等待继承人 他的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 或者暗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疑意 那么他就暂停下来 等审查如果一意的不成立再恢复执行 对吧 所谓的不再执行指的是 具已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或者说是追索赡养费 抚养费的权利人死亡的 或者被执行人的公民因为生活困难 无利偿还 也无收入来源 又上市劳动能力的 这种情况下来都不可能再恢复了 那么就终结执行 第五题 以下关于民事诉讼执行程序 说法正确的是A 仲裁调解书要经过司法确认方可执行吗 我们老考生学过这个仲裁法的都知道 仲裁调解书是签收后就具有执行力 不需要经过司法确认 那么人民调解书是要经过司法确认方可以作为执行依据 这个是对的 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 申请执行的时效 生用终止和中断的规定 对的 被执行的死亡 无遗产可供执行 又无义务承担人 这种情况下是应当暂停执行还是不再执行 应该不再执行 所以像这些东西你不要去使记应被 你自己来思考一下 慢慢的都能够做出来 以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疑议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暂停执行 审查疑议如果是不成立再恢复执行 好 这道题最终应该选B和C 那么关于这个小节 民事诉讼法应该说是内容比较复杂 也比较抽象 那么同学们可能要适当地多花一点时间 去理解里面的概念 我们讲到这里 休息会 待会儿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